東名社會仔去年才爆發 浴室玻璃門有碎裂的危機 現在又有住戶陳情 說自己的浴室半夜玻璃突然爆裂了 8號晚上住戶突然聽到巨大聲響 進門一看整片玻璃門消失剩碎片 而去年8月別戶也爆過一次 這可不是爆裂文風格 而是玻璃真的爆了 門框整個凹陷掉在地上 東名社宅招租短短不過兩年 先後好幾起玻璃爆了 難道是品質有問題嗎 專家說這種門若有一點點裂痕 熱脹冷縮下就有可能自爆 想防範也不是沒辦法 但銀子得掏出來 都合在一起的 那中間有一層膠 相對他的抗爆能力跟他的彈性會比較好 但相對他的造價比較貴 政府用低廉價格出租給民眾 用料不會太頂級能理解 不過最基本的浴室玻璃會爆炸 洗澡都不能安心 議員痛批 都發局態度消極 倘若住戶當時是在洗澡的話 這後果實在不堪想像 要跟住戶要協調好 盡速完成安全膜的 貼換的工程 我覺得都發局不能駝鳥 北市都發局表示 新建中的社宅會用其他材料來代替 東名社宅住戶太多 很難一一安排貼防暴膜 去年檢測有問題會馬上修 但整棟公宅不只一戶有狀況 品質實在令人捏把冷汗 TVB的新聞周一鋒 專於台北藏寶島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